服务员告诉我单子是七千八百多块钱 那么我就跟旁边的服务经理说了 我说今天吃菜品是有问题的 我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的 然后当时这个服务员呢 他说菜呢我们是肯定上的 没有错 第一次连续问了他三次 男子带家人去吃饭 一结账净吃了七千多 感觉里面有猫腻 查看账单后傻了眼 上面很多东西自己都没点 男子怒找酒店讨说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究竟是酒楼店大气客故意多收钱 还是结账时收银员搞错了呢 下面跟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25号晚上潘先生和家人朋友总共12人 一起来到萧山香湖的西院跨胡楼吃饭 实际总共消费六千七百多元 然而等到结账的时候 潘先生竟然发现账单居然高达七千八百多元 比实际消费多出来一千二百多块钱 让他很是气愤 决定曝光这家店 潘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考虑到他们人比较多 于是就挑选了一个比较大的301包厢 晚上10点多的时候大家吃完饭 他来到一楼结账 当时服务员告诉他账单是七千八百多块钱 究竟具体金额是多少 自己现在想不起来了 潘先生说虽然知道这个包厢的价格会很贵 但七千八百多的账单还是让他觉得有点高 心中也有几分怀疑 不过最后他还是先将钱付了 事后潘先生越想越不对劲 他再次来到前台 让服务员打印了消费清单 没想到一看到账单 他就发现了问题 他们明明是自己带的酒水 在店里根本就没有消费 而消费单上却有比128元的酒水消费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再仔细一看问题更多 整个账单看下来 总共有九样东西是他们没有消费过的 这让潘先生很是生气 感觉酒楼是故意多收他的钱 那么我就跟旁边的服务经理说了 我说今天吃菜品是有问题的 我这些东西都不 我们没有的 然后当时这个服务员呢 他说菜呢我们是肯定上的 没有错 第一次 连续问了他三次 账单上莫名其妙多出九样没消费的东西 让潘先生很是不解 他找到前台服务员反应情况 说账单上有很多菜自己根本就没有点 是不是他们酒楼搞错了 服务员却说账单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肯定地表示 这些菜他们确实上了 潘先生担心对方弄错了 于是连续问了对方三次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坚持认为消费清单没有问题 潘先生报了警 警方在了解情况后 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后来前台打出来另一份消费清单 总共是6778元 这波操作让潘先生看傻了眼 难道消费账单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吗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 拿出了另外一张菜品的清单 这张清单呢 我都看了一下 初步核实一下呢 应该是相对正确 我也没有多大意义 至少就是相差不是很大的 潘先生大概看了一下这份账单 他说虽然也有一些出入 但整体上还算正确 一顿饭居然吃出来两份账单 潘先生希望酒楼给自己一个说法 但在场的员工并未解释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潘先生说他们等到晚上12点左右 才等来了店里的主要负责人 对方也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有两份账单的问题 只是说退还多收的1000多块钱 再补偿200块钱 对于这个结果 潘先生并没有接受 酒楼无缘无故多收了自己1000多块钱 却又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让他觉得酒楼就是故意而为 不但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而且还严重影响了自己就餐的心情 只是单纯赔偿200块钱 他无法接受 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赔偿要求 潘先生认为自己当时点的菜比较贵 消费金额比较高 多算几百块钱可能不容易察觉 酒楼就是故意打马虎眼 所以才会多收钱 但酒楼的少经理却解释说 这只是员工的一时疏忽 那天晚上酒楼大厅有捉客人 本来是和303包厢一起来的 客人以为同行的人坐在了301包厢 结账时就说自己是301包厢的员工 让收银员把他们这桌的钱 并到301一起结 邵经理承认他们酒楼在管理上存在疏忽 在没有跟潘先生进行确认的情况下 就自以为是的把别的顾客的账单 并到了他的账单上 这确实是酒店的责任 这个解释说实话有些牵强 按照他们酒楼的消费水准 多并一桌菜钱却只多出1000多块钱 这是不是有点少了 既然是店员一时疏忽搞错了 那在潘先生询问账单的情况时 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地出来解释呢 少经理表示 潘先生他们吃完饭并没走 而是去棋牌室打了牌 他下来查看账单时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 大部分员工都下班了 赶来的负责人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 所以没有来得及解释清楚 这才让潘先生产生了质疑 为了表达对潘先生的歉意 少经理提出多收的1077块钱全部退款 并按多收的三倍进行补偿 同时让当晚的工作人员向潘先生道歉 潘先生还是没有接受 双方接下来准备去市场监管部门去调节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对于此事大家怎么看了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